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骑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娃娃 爹妈扔掉儿子的色情影碟 法院炮儿子胜诉可获得7.5万美元赔偿 在这大美帝 儿子要跟爹妈叫起针来 也真是不留面子 因为父母扔掉了自己一大堆色情影碟 和一系列性玩具 42岁的大卫沃金 把自己的爹妈告上了法庭 这双方必须要在2月中旬之前 就损害赔偿问题提交书面意见 周三的时候 马洛尼法官做出裁决 大卫的父母将向大卫支付7.5万美元 作为销毁色情物品赔偿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2016年年底的时候 这大卫离了婚 搬到父母家居住 2017年8月份 父母要求儿子离开家中 于是乎大卫去了印第安州的曼西市 到地儿以后呢 他希望父母能将他的行李送过来 行李最终是到了 可是大卫左翻右翻 上找下找 都没有找见自己12箱色情影片和杂志 大卫急了 赶紧找父母问 父亲在邮件中这么回复道 坦白地说 大卫 我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了 我帮了你一个大忙 在邮件里 这位父亲还写道 我无法表达我震惊和失望的程度 不管你信不信 我之所以销毁你的A片 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理健康 如果我找到一公斤的可卡因 我也会这么做 法庭记录显示 大卫色情收藏的详细清单 包括1605个单独的色情DVD和VHS磁带 以及至少50个性玩具和用品 对于这个案子 法官表示 儿子曾经多次和父母联系 并且试图从他们的家里取回东西 但是他的父母不允许他回家 还说会把这些东西寄给他 父母则辩称 他们在儿子搬进来的时候就告诉过他 不能把色情物品带到家里 否则就会被销毁 他们还真辩道 儿子已经放弃了这些财产 他本来可以通过自己搬走来减轻损失 早些时候 法官拒绝了父母撤诉的请求 并且表示 现在法庭面临的法律问题是 大卫的父母是否将大卫的色情用品转为己用 在最新的裁决中 法官说道 早在1874年的时候 密歇根州的法院就已经认可 转为己用的行为可以是广泛性的 他可以包括销毁 由于转化者相信被销毁物品的有害影响而进行了销毁 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在2015年确认了这一结论 然而法官说道 在本案中毫无疑问被销毁的物品是大卫的财产 被告多次承认他们毁坏了财产 而且他们对毁坏财产没有意义 儿子大卫认为自己的损失大概在2.5万美元左右 他的律师则主张当事人应该获得三倍的赔偿 律师说道 我们已经向法院提出了三倍赔偿金的要求 鉴于财产被肆意破坏了 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 这位律师对法官的判决很满意 认为这个案子不仅仅有关一个男人和他的色情用品 律师说道 这是一种收藏 往往是不可替代的物品和财产 第二条 今日份最难逆 非裔男子遭警察故意开车碾压 下半身受伤严重 堪萨斯州一名警察故意开车碾压 伤害一名非裔男子 这可怕的画面被行车记录仪给拍了下来 据ABC新闻18日报道 堪萨斯城的沃马克在17日提交的诉讼中表示 吉奥瓦县警察罗德里格斯在8月15号的时候故意开车撞倒了他 导致他身受重伤 诉讼认为 罗德里格斯过度使用武力 对沃马克的公民权利冷漠无情 诉讼书中表示 罗德里格斯的巡逻车追上正在逃跑的沃马克后撞倒了他 然后撵过他的下半身 沃马克从卡车轮胎中滚了出来 他的胳膊和腿在剧烈的晃动 沃马克说道 他的背部 骨棚和大腿 以及右膝 脚踝和脚都受了重伤 沃马克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他没有超速行驶 当他最初被拦下的时候 他的驾照 保险和登记都是最新的 当时他看到三辆车同时包围他的车 他吓坏了 开始逃跑 车子坏了以后 他开始跑向田野 那是一个要么战斗 要么逃跑的时刻 他说 我要活下去 报道称 沃马克的伤势得到了治疗 并在12月被判入狱 罪名是企图通过鲁莽驾驶 和干涉执法来逃避执法人员 堪萨斯州地方法院检察官 库克尔曼认为 罗德里格斯需要受到刑事指控 库克尔曼说道 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令人不安 一名副警长开着卡车 撵过沃马克先生 你几乎感到恶心 沃马克无处可去 那是一片空地 他被困住了 然而副警长还是开着卡车 从他的身上撵了过去 第三条 今日份最唏嘘 特朗普的赌场将被炸毁 正在筹钱 虽说呀 现在特朗普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 已经明显不如以前了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跟特朗普搭上边的东西 还是自带流量和热度的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日报道 特朗普此前经营的一家赌场大楼 将在明年1月29号的时候被爆破拆除 赌场所在地 大西洋城也颇有些意思 日前决定拍卖按下爆破键的资格 这决定一出呀 电话简直要被打爆 热情咨询的买家落意不绝 这家零死还要风光一把的赌场 叫做特朗普广场 位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 特朗普广场1984年开业 特朗普曾经大赞 这家赌场完全可以跟赌城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相媲美 然而 随着各州放宽赌博的限制 大家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来这家赌场happy的人越来越少 生意呢 是一天不如一天 终于呀 在2014年 这家曾经也辉煌过的赌场 终于黄了 到现在 完全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 只能从破败的外表里 找到一丢丢从前热闹过的影子 零了也得被薅一把羊毛 这才不往他来世间走这一遭 大西洋城日前决定 以爆破的方式 拆除这座39层的建筑 爆破时间呢 定在明年的1月29号 市长斯莫尔表示 这个按下爆破按钮的资格 将以拍卖的形式售出 拍卖的时间呢 定在12月17号 到明年的1月19号 出价最高的人 可以获得摧毁这一代辉煌机会 市长满心期待 希望可以拍得100万美金以上的高价 当然了 这么一代笔钱 已经被规划好了去处 他们将被用于 一个名叫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公益组织 这个拍卖呀 现在可是当红辣子机 市长斯莫尔透露 大家的热情都特别的高 自己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来自当地的电话 自然不用说 还有全美各地的 甚至呢 还有从加拿大打过来的电话 市长还透露 赌场被拆除以后 将与土地现拥有者 讨论如何规划这片区域 包括建设一些 可能吸引家庭游玩的景点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 刀必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